海南万宁的日月湾 很多的年轻人都说 这里是平替三亚最好的沙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 看到过这样的寻传语 消费不高玩的又爽 四天人均两千多 就能在万宁玩到爽 真的有这么便宜好玩吗 这一次我就正好路过了日月湾 打算去体验一下 日月湾是融创在万宁的海滩上 填海建造的两个海岛 一个是日岛 一个是月岛 我去到日月湾的时候 月岛已经被拆除了 只剩下了一个日岛 在无人机看下去 日岛并没有完全被开发 好像投入使用的 只有了一个商业街 还有几栋海景住宅 我在岛上询问了一下 这里民宿的价格 两百多就能住到这里 两室一厅的海景房民宿 如果常住的话 租房价格会便宜很多 大约两三千左右一个月 这里租房的价格 的确是要比三亚便宜很多 而且这里的人几乎都是年轻人 看不到老年人 又因为这里的人少 商业并不是很齐全 如果想要购物吃饭的话 小区内是有条商业街 但是我觉得并不能满足 我在这里长时间居住 这个日月湾方圆十公里 都是没有任何的城市 位置还是有些偏僻了 除了岛外 沿着海边走 会发现有个小村子 村子里的商业和岛上 并没有相差很大 只是数量会比岛上多一些 而且这里的饮食消费 也并不便宜 这个村子主要经营的呢 都是冲浪俱乐部 很多的年轻人都会选择 在这里租上一个门面 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冲浪店 我到这里的时候 正好是12月 海边冲浪的人很少 因为万宁属于亚浙带气候 并不能坐到全年都下海 当然除非您不怕冷 我去的这个时间 这两天的温度都在17度左右 我在岸上甚至要穿卫衣 再加上万宁的海风 还是比较大的 体感温度自然就低很多 并没有像三亚那种 面朝大海春暖花海的感觉 我也单纸12月这个时间 到了夏天 我觉得应该会很舒服 因为这个日月湾 我并不是很喜欢 附近也没有什么商业配套 再加上我对于冲浪并不感兴趣 所以我就离开了日月湾 去了没有多远的石梅湾 石梅湾和石梅湾距离 相隔15公里左右 开车的话 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到达 这个湾区有两个多家酒店 和一个住宅小区 这两个地方还是挺相似的 住宅小区里有很多的民宿 价格也都在200元左右 除了民宿呢 也是可以住酒店的 只是酒店的价格并不便宜 1000多100 显然视频里收的2000预算 只能在这里住两晚酒店 这里的沙滩很安静 几乎没有任何的游客 沙滩同样也是可以冲浪 这里的人更少 我觉得玩起来肯定会更爽 如果大家喜欢冲浪 我觉得来到石梅湾冲浪 会比在日月湾更爽 毕竟一个人承包整片沙滩 玩起来肯定会很爽的 这两天的时间 我的确是没有花什么钱 因为让我花钱的地方真的很少 我呢 对于花钱的旅游景点 和冲浪 也并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冲浪的钱就省了 只剩下吃饭和住宿 吃饭也只是楼下有什么 我吃什么 如果想要吃点海鲜的话 这里的价格应该是不比三亚便宜的 要问我两千块 在海南的日月湾能不能玩 我想说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并不一定能玩好 除非您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冲浪爱好者 那我觉得日月湾再合适不过您了 如果您是老人 想要在这里养老度假的话 我觉得这里并不是很合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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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